我們首先示範 這位同學 因為他擔任正方 AI擔任反方 是反對的 我們先請同學 隨邊問問題 這個平台就是我們剛提到的 中介平台 事實上學生也可以選擇 直接到坊間的HKT- venständ平台 但是他會炎生非常多的問題 第一個網路上有非常多假的平台 它會藉由學生輸入的關鍵字 收集它的相關資訊 第二個它並不會做破壘 那我們先看一下 學生問的問題是一個籠統的問題 要不要限制使用生人AI 假設我們在教學的課程裡面 學生用這樣提問 他得到的答案是等於沒得到 因為這個答案是非常籠統的 因為他說他沒有個人意見 我有些觀點等等 那接下來如果你透過我們的平台 因為我們的平台會累積不同的學習單元 有很多學生怎麼問的 來引導不會問的學生 那像這個議題來講 經過一些累積的話 會先教學生你要問 先請CHP扮演什麼角色 他扮演的是政府的角色 那他反對的立場是什麼 那就請學生沿入他反對的立場 那這個簡單的分界點 等一下出來CHP所提出的論調 就會更清楚了 他透過我們中介平台的詢問 你會發現他的回答就清楚了 為什麼他反對呢 你也可以從可靠性跟準確性 就回答的資料不一定是正確的 還有倫理跟隱私的問題 還有價與價值的損失 就是說一問一答 他都沒有學習的效果 大致來講 CHPT他的認為這是反對的 這是CHPT所回答問題出來的 所以這個正確的提問就會讓學生更清楚要怎麼去論辯 這時候正方就可以提出說 既然你反對 我們就針對隱私權這件事來說好了 這時候正方就要去反駁了 那同學他的反駁就是如果我們發生車禍 那為什麼不乾脆禁用開車呢 用這個邏輯去跟去挑戰 我們會發現這個在過去Google搜尋的時代是做不到的 他已經非常貼近 好像就有一個小老師在你旁邊了 那我們看會得到什麼答案 所以目前同學是在練習正方 OK 那所以反方他就說你提出的比喻是不適當的 因為測試跟生存是不同的技術 所以如果直接進行比較 那總之先看這些結論 當然他是說如果你要你要的話 也要遵守相關的法規跟標準 所以他就得到說 如果你在特定的法規跟標準下 或許你是可以使用的 那愛於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會辯論到最後 這只讓大家看說如果有效的提問 他就會得到有效的回應 那這個提問一答就是一個高層次思考的一個過程 批判性思考的過程 而不是只是問答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工具 接下來我們來演練的是 如果有學生上課的時候 問沒有相關的 或者有個資的 那在我們的系統裡面也有AI辨識 去辨識特定的這個字 他跟上課無關 OK 這個時候當然他就不會發送出去了 那基本上演練這三個橋段 只是讓現場的來賓知道說 這個財政室教育局所做的中介平台 他的價值是為了做教學的引導 以及過濾保護學生相關的資訊 以上 致電視 你 沒有 可惡 我來吧 聖策 我來吧 我去 我們怎麼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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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